表示在散装船运价格回升的带动之下 预估下半年会有更好的获利表现 反而认为因为邮轮的运价 在一个多月之内呈现的是倍数翻涨 因此预估星星航运下半年的表现将会优于上半年 而且看好全年EPS可以有机会维持2块钱以上的水准